赵正平自爆吃夜宵被打,因长了一张仇家脸,遭七个陌生人围殴。 6月29日晚,据台媒对外报道称,知名艺人赵正平在受邀参加节目录制的时候,自爆长了一张仇家脸,去外面吃夜宵的时候,莫名其妙遭到了七个陌生男子的围殴,当场对他是一顿拳打脚踢,直言都快被吓傻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赵正平是一位全能艺人,在演艺圈混迹这么多年,大部分领域皆有涉及,像电影和电视剧都有所成就,无论是作为演员也好,还是作为导演或是制片人以外,他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 毫不夸张地说,他绝对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,但唯独欠缺的就是他的长相,确实给人一种凶神恶煞的感觉,再加上他说话的时候特别的凶狠,即便是很自然的微笑,都让人感到害怕,第一印象就是社会人。 实际上,他是典型的刀子嘴,豆腐心,带人是非常不错的,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圈内的口碑一直很好的缘故,如果他内心真如其外表凶狠的话,估计是没有人敢跟他打交道的,想必这个道理大家是能够理清楚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